北京时间9月25日凌晨,CFIT年度版奖典礼举行,最终备受关注的世界足球先生揭晓,荒马球员莫德里奇邦选,C罗威是第二名,这个结果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也进一步凸显这个大奖的尴尬。 世界足球先生就是一个笑话,更是让人不得不为斯内的遗憾,凄苦其冤斯内德,莫德里奇能够当选,不得不说是因为他身在黄马这家俱乐部,假使C罗不离开黄马,那就意味着C罗很大可能会夺魁,就拿C罗代表游篮赛欧冠的首场比赛,就直接被红牌拉下去了,可以说欧足连是有给C罗接牌的嫌疑。 如今国际足连也要给C罗戴帽子了,黄马是厉害的,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平台的重要性,这支连续三年夺得欧冠的球队,今年的表现让人期待。 到底是莫德里奇撑起了球队,还是C罗撑起了球队,而莫德里奇的获选各自打脸了国际足连。 2010年的斯内德怎么就落选了?斯内德在2010年夺得了三冠王家世界杯亚军,论荣誉,莫德里奇要落后几条街,难道就因为莫德里奇那刷了一个夏天的励志放羊故事,就感动了无数人,让他们将票投给了他。 足球从来不需要感动,不得不说千古奇渊斯内德,但此世界足球先生成为笑话的原因还有一点,那就是世界冠军法国队居然没有一人进入最终三人候选大名单,如果说梅西没有还可以理解,那么姆巴佩,格,列子呢,伯格巴这些球员,居然都进不了最后前三,而已无所有的萨拉克,就依靠一个赛季的表现就进入前三。 这不是笑话是什么,国际组联一支以黑暗著称,从本年度的颁奖典礼就可以证明了,虽然说众口难调,但就这次颁奖典礼来看,真的是难以让人信服,戴顾龙。